大家好 我是青青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装备啊 怎么样 青青来了 然后呢 这个包呢 到时候就会放我的自拍杆 三脚架 还有拍摄的东西 那大家看看后面啊 看得到吗 怎么样这装备 是不是有点专业范儿了 那么这身装备呢 是为下周准备的 下周呢 我会去广州 参加长城水竹展 那它的展出呢 是从12号到15号 所以屏幕前的粉丝 或者是咱们水族领域的作者 如果看到的视频的话 可以跟我联系一下 那如果去参展的话呢 咱们可以偶遇 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 其实我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今天上午呢 找到了我们天津本市的一个 特别传统的金鱼养殖货 他养了天津老板的这个红头虎头 还有五花珍珠 激进绝版吧 真的是市面上很难见到了 就是这个线索特别好 他们家呢 其实就在一个平房里面养鱼 然后房顶上面 建着养鱼池 拍摄了好多特别 特别好看特别有趣的素材 那我尽快吧 给大家做出来吧 这两天可能比较忙 明天呢 鱼大爷说 要把盆搬到屋里去 明天上午我去帮忙去 顺便给大家拍个视频 那么还有呢 其实我拍了一个特别好的锦鲤鱼场 那个锦鲤 他们的种鱼 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那他们那个锦鲤池里面的鱼 也特别漂亮 但是还没有时间做出来 那还拍了我们天津的最大的这个热带鱼的养殖基地 那里边有这个元宝罗汉 有珊瑚 有银龙 就是很多有趣的内容吧 但是时间有限吧 我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剪辑出来 其实我平常一个视频呢 我一般是剪两到三天 就一点也不夸张啊 包括我那个构思 包括我把这个素材串到一起 包括背景音乐哈 其实我也不是那种特别熟练 因为咱毕竟不是专业的嘛 就是做剪辑这块 所以其实挺费时间的 大家看到我那几分钟的视频 经常是两三天才能做出来 所以我尽快吧 完了还有粉丝说联系不上我哈 你联系我的话呢 你就在头条那个点我的头像 那么点完以后旁边有个私信 你点一下私信就可以跟我联系了 你只要跟我说你好 我肯定会回复你的 那么如果你是急速版的话 好像没有这个私信这个功能 完了好多人说那个加V啊之类的 就是咱们那个头条的留言这块 是禁止那个发任何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微信号的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 还是学习一下给我发私信吧 一般只要发私信我都会回大家的 那好吧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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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